欢迎来到国家卫生研究人的Podcast的频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绿轩医师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特别的企业与来宾 是阿寿皮鞋的罗荣岳董事长 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罗董事长您好 一开始我们最希望请罗董事长来亲自 为我们介绍阿寿皮鞋 因为我想说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都听过阿寿皮鞋 但是我们最想要听罗董事长 怎么介绍您的企业 阿寿皮鞋今年民国111年 刚好就70周年 41年的时候 我父亲那时候在台北市 英明北路二段摆摊擦皮鞋 所以也不是卖皮鞋 就是从一个人这样子擦皮鞋创业 后来因为擦得很有信用 客人越来越多了 就变成固定在一个巷口那边 有三个四个五个 就是越来越多人在那边擦皮鞋 后来甚至在巷口 摆起摊来卖皮鞋 这样子在巷口守了18年半以后 终于在民国60年就开始开店 卖皮鞋一直到现在 所以是从擦皮鞋 进入到修理皮鞋 摆摊卖皮鞋 然后开店到现在 是在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名字就叫阿寿皮鞋了 阿寿其实是一个绰号 你想想看 一个168公分的男人 年轻的时候长期48公斤 瘦不瘦 非常瘦 所以其实是一个绰号 变成一个商号 变成阿寿擦鞋号 那开店的时候 因为这个阿寿 已经被人家叫了18年了 所以就很自然的 把这个商号变成了一个品牌 所以那是很早以前的 是由绰号就变成了品牌 是 罗董你接阿寿皮鞋的时候 是多久以前 我退伍的时候 是民国70几年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在 台北市开了四家的皮鞋店 他就找我研究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本身是练建筑的 我那时候也在建筑师事务所上班 也准备考建筑师的执照 他一番跟我说明以后 其实我很快就放弃了 继续在事务所 然后要考建筑师的这个念头 因为他提到说 他开四家店 人生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 这重点 这是可是以后的 他说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 再来打拼的话 我们就把店开到台北市以外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开六个店 就有十个店 就是台湾的第一品牌 大家不要很惊讶 那时候的第一品牌 有一个叫做生生皮鞋 他们总共有六个店 可是人家是在五都 那时候台北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那五都总共有六家店 那个时候 民国七十年初的时候是第一品牌 所以我一方面也是看到 父亲很辛苦 校长减共青 你不要看四个店 还要管一个工厂 所以所有的人事财务 营业促销 什么商品 开发 都是他自己来的 那我一方面也看到一个机会 就是台湾 迟早要解研 那时候是解研的时代 迟早要在经贸 跟国际接管 引进很多的世界的品牌进来 那果不其然 你看民国七十几人 很多开放的措施就做了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麦当劳 素食店 就一个一个进来 然后国外的很多的连锁体系 本土的连锁体系 就很蓬勃的展开 所以基于这几个理由 我就跟我父亲说 好 我们一起来打拼 所以那个时候 就开始 迈向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去开店 现在大家也都听过 阿寿皮鞋的这个品牌 然后我自己也是 曾经是阿寿皮鞋的消费者 那也很好奇 就是说走到 这么进步的一个时代 如果以最近的这十年来说 阿寿皮鞋有面临到 怎么样的一个转型 或者是改变呢 其实没有错 就是差不多 约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开始很深刻的在想这个课题 十年前刚好我们六十周年 就是一个企业走了一夹子以后 它该有怎么样的调整 我们就在想到说 我们是台湾的定义品牌 已经毋庸置疑了 可是我们能不能再提供 更进一步的价值跟意义 给所有的国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来研究一件事情 说我们对鞋子这么有研究的同时 其实我们对于国人的逐步 也很有研究 脚很有研究 所以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也看到 整个老化的趋势在加剧 也知道说高龄化的社会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就立定了一个志向说 我们除了还是鞋子的专家以外 我们要变成足健康的专家 就定掉下来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完成足健康 照顾这一件事情 那就必须要有新的一些做法 尤其你应该是怎么样 跟医疗开始靠拢 然后结合各界的力量来做 因为你毕竟你只是民生用品而已 你怎么样来照顾人家的健康 你不能说我做的机能 比较强大的商品就算数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一些机构 有一些研究对谈 后来我们找到了工研院 那工研院其实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已经跟我们有一些技转的合作 那技转的合作叫做奈米 应用在鞋店的一个商品 能够产生怎么样附加的价值 所以曾经合作过 然后一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大家就很有默契地说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努力以后 我们终于在2018年 推出了一个科技应用的项目 叫做动态足压量测 其实我们的宣传上 我们都打着说 全国首创 工研院看到以后他觉得不对 就说你怎么写全国 你要写全球 全球 我说我们不要那么嚣张好不好 虽然贵运的技术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去国际上做生意 我们在国内我们这样子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 有别于静态的一个量测 静态量测这种技术 其实很多的业者都在运用 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 他没有从实际的步行里面 去取得一个步态的过程的一个数据 那就很多的事情会不完整 所以我们这一套 现在已经有累积了28万笔的资料了 等这个资料超过30万笔以后 我相信很多的机构的互相的数据的一个串接 能够将来产生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一些商品跟服务的项目 来服务我们国人的健康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 可能听到这里都会觉得很好奇 所谓的那个动态的足压的量测 那个是可以简单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个要怎么量呢 要量多久呢 我们现在全国100多个店 其实已经有这一套量测的 可以备跟技术了 我们人员都有训练 所以只要到任何一家 任何一家阿兽鞋的店都可以帮你做 那他怎么做 他就是你要穿上我们的一双量测鞋 这一双量测鞋 你只要走过去6公尺 再走回来6公尺 总共12公尺的这样过程 我们马上就有个人化的 步态的一个资料被建立起来了 真的喔 那手机这么发达嘛 我们会跟消费者讲说 请先生你是你这个手机拿来 你打开LINE 那LINE里面有一个Keep 然后呢我们这个资料呢 从云端就啪一下子 到你的Keep里面去了 我们的用意是 你看喔 现在你去医院的话 量血压变成一个标准的配备 是 眼科会量眼压 那你去想想看 一个成人 6、70公斤 每天呢 或行或走或立 这个全身的重量呢 压在你的脚压值上面 对 那你的脚压值会不会呢 因为不适当的体态 是 变化 都是不平衡 这种行走 让你呢 越来越加剧 所以我们从步态里面 其实是可以看到你将来体态 是不是有可能呢 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异 喔 这样子 然后可以提早提出一些预防对策 那我们现在的对策很简单 就是说 一个特制的个人化的一个鞋垫 可能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数据 我们目前28万笔的资料 显示出来 只有9%的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意思就是91%的人有问题 或多或少 内偏 外偏 或是压力左右不平衡 这个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的资料里面 其实已经发现到说 国人的逐步 确实是不健康的居多 罗董 我还想要再问的比较仔细一点 所以您刚刚说 走过去再走回来6公尺 然后用那个 阳测鞋 阳测鞋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报告 所以那个报告 他会呈现的报告是什么 他就告诉你说 你是往哪边偏 然后偏了百分之多少吗 因为第一次听到 对 分类来讲的时候 可以大致分成说内偏或外偏 用比较通俗的言语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内偏 内偏台语叫做阿母帝 扁平组就对了 那外偏就是跟他相反的一个高公主 他的那个状况跟他是形成两种极端 那比如说有的人甚至是一脚内偏一脚外偏 那有的人左右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分配 是不平均 不平均超过6% 我们就觉得要注意10%以上 我们就觉得那个体态会很快的产生一些不好的变化 所以这一些东西将来都要串接到竹槐医学科的医生 大家共同来研判来研发更有价值的一些商品跟服务项目 最重要的是其实他可以提早预防 找出一些对策之外 他可以看出问题来 这个可以替国家省掉很多 以后不必要花费的资源 因为不良于行这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高龄化的社会里面 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这个其实是可以量化把它算出来的 比较好奇想跟罗统请教的是说 如果说我是一只脚比较有外偏 然后一只脚同样也有外偏 但是偏向正常 对于我们要选择的鞋垫 也就可以因此而客制化的选择这样子吗 对 我们就是说在前掌在后掌在内腰 这几个重要的一个部位 你只要稍下调整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这样子应对 三个月以后你再回来检测的话 通常我的经验告诉你 这些都是可逆的 会回复到正常 那真的是非常特别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检测 我们在两年半前开始推出这个服务 那两年前就已经布建好了 那我们也在上个月十二月的时候 得到了国家新创奖 这个项目就是动态足压量测 得到所有评审委员的一个肯定 觉得他可以继续成为一个 照顾国人足健康的一个检测的方式 像我自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 然后也在医院当医师 我一听到罗总讲到的这样的讯息 就觉得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医疗研究的机构 而且特别又是偏医疗 或者是健康卫生的研究机构 可能会对罗总你们的这些数据也好 或者是这个很创新的一个发明也好 会很感兴趣 所以有跟任何的这些机构 也有洽谈或接触过了吗 是没有错 很有可能跟很多的学员的机构 就开始把这一方面的数据 开始嫁接来产生一些新的项目 也说不定 我很好奇像罗总第一次听到国卫院 是什么时候听到国卫院 那时候对国卫院的印象是什么 国卫院现在的梁庚益的院长 以前是阳明大学的校长 那他两任的校长任内 其实我们就认识有一些情谊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父亲是宜兰人 那他们宜兰有一群 很热善好施的这样子一群朋友 那时候阳明医学院需要盖一个温水游泳池 给师生们去使用 那这一些宜兰乡亲 就发掘了一个捐款活动 其实也不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梁校长 现在的梁院长建立起一些情谊 每年也会相聚一下 所以罗总是因为梁院长梁校长的关系 才后来因为梁校长到国卫院担任院长 才认识国卫院吗 我之前有没有就有听过国卫院 完全就是院长的关系 OK 那因为一般我们对于像阳明大学 这样的学校会比较认识 那对国卫院呢 您一开始的认识 觉得国卫院像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国卫院在两三年前 因为校长转任院长以后 他就开始认识 就知道说 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学术机构 可是一方面也听院长讲说 我们是任务导向型的 那我就很好奇 什么叫做任务导向型 那意思就是说 你平常做研究 可是国家有难的时候 你们就要站在第一线 居然克服很多的难题 这样子 所以这两年的疫情 充分就反映出国卫院这种精神 你平常是一个学研的机构 然后那个疫情一来的时候 哇 不得了 那国卫院就开始做好多的事情 那我想国人的认知 应该也是最近一两年 对国卫院才产生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是 那好奇想请问一下罗董事长 就是因为也很谢谢我们阿兽皮血 还有罗董事长 对我们国卫院的科普计划的一些支持 这样子 那也想要请问一下 当初罗董事怎么有听到 这样的一个科普计划 然后决定说支持我们的科普计划 因为阿兽另外有一个基金会 是文化艺术基金会 是的 那已经做了89年的偏乡小学 所谓的这个美学的教育 资源方面的一个提供 所以我们也支出了100多个项目 那一听到国卫院有一个科普 针对国小生的这个计划 我们马上就是说 大家可以力量来结合 那刚好我们这两年不是有 动态主要量测的这种量测的技术 我们就说 我们应该来教育小朋友 从小认识他的脚丫子 认识脚 认识行动力的一个重要性 他如果有这样子一个生死 他这样一辈子会好好照顾他的双足 那到老了以后 能够见咒如飞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配合国卫院 在前年 前年的11月的时候 就有一系列的这一种 在竹篮也好 在国卫院 我记得也有一场 我也有去参加 那很热闹 就是欲交娱乐 有19个项目 我还记得 那我们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除了说大家很好奇说 疫苗是什么一回事以外 看到阿兽皮鞋有一个很可爱的兔子 我们另外一个文创的IP 在那边展现 然后我们有一些竞赛 一些抢达的一个项目 让大家在那边参与 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请教一下罗董 就是我们阿兽皮鞋 这样子六七十年来 然后您也这样子经营 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从可能很古早时代 大家就是买一双皮鞋 然后可能到经济起飞的时代 大家觉得说买一个 好看漂亮的鞋子 那在所有你们的消费者 还有顾客里面 有没有觉得说 大家在哪一个时候开始 在买鞋子的时候 他也会重视 他的逐步的健康 然后这些健康的意识 有没有越来越多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我现在也常常跟我们的同仁 在开玩笑 我说你不要看我们跟国会院 有一些小朋友的科普的活动 其实我们现在对全体的台湾民众 也是在做一些科普的一个教育宣传期 因为你说我弄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很好 叫做动态主压量色 可以去预测你将来 因为步态怎么样 引起体态的问题 在预测 另外一个就是你现在 只要问题不是很严重 你还是可逆的话 你那我这边 我有一些对策给你 你马上得到健康的促进 我说你不要看说 我们建了28万笔的资料 那你台湾2000多万的人口 还有小朋友很多 我们怎么样 去分众分领 去服务他们 这将来是我们的责任 可是你现在要让大家 有这样子一个意志 除了大家量血压 量眼压以外 要不要量量足压 这一件事情看起来 政府也没有在推动 所以我们最近其实跟有一些 竹槐科 骨科医生的大佬 都七十几岁了 我们在感叹一件事情 也在推动一些事情 就是说 出日本55年了 他们就拿一些文献给我们看 说日本是从政府开始 建立一些题目 这些题目是为了高龄化的社会 如何照顾全体国民的一些福祉跟健康 所以针对竹部这一方面 人家55年前 所有的医界跟产业界 跟政府的官员 去发动社区 大家努力来做一些结合 那我有产业参与的话 整个成本才可能下降 整个效益才能够做最大的发挥 我们最近 也是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 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 像我们医疗上面 一开始会想到说 那个足压 会影响到脚的一些感觉 就是常常我们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糖尿病的患者 那他因为神经病变的关系 脚会比较不敏感 甚至是他们比较会容易受伤 我不知道说像我们阿兽 有没有已经有在发现 或者是在配合这个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 要去照顾的族群 而且今年就有产品跟服务 马上推出来 这个也是台湾首创的 因为没有人在提供 这样子经纬的一个服务 他也不是鞋子而已 他连那个第一层接触的袜子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阿兽以前 长久的69年来 做的是民生服务跟商品 他顶多是民生品 或是机能强大的民生品 可是你不能谈医疗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知道说 可以跟医界去接合 可是你自己不能谈医疗 所以我们在两个月前 我们也拿到了医治号 那从此我们就可以谈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产品 其实就是您是刚才谈的 照顾糖尿病 到了后期 比较不好的状况 他整个的皮肤 神经的状况 到底要有什么样 辅具跟护具跟载具 那鞋子是最后一理路 你知道吗 你说一个骨科医生很厉害 一个代谢科很厉害 把他弄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他还是要穿要走 那怎么办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现在有一些东西是 又丑又贵又重 你怎么办 他就没爱情 所以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从材料变出 到整个的制程 到整个的成本 怎么样去控制 才可以回馈患者 我们快的话 第二季 就会有产品跟服务出来 OK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阿寿皮鞋的罗荣岳董事长 跟我们分享 阿寿皮鞋一开始创业的过程 还有阿寿的品牌故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 即使是大家听到 为什么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podcast 会访问阿寿皮鞋的董事长 其实我相信 对于社会里面的 很多很多的产业 就像是阿寿皮鞋一样 可能在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也会发现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议题 会跟医疗 跟健康 跟卫生有关 像是阿寿皮鞋的董事长 刚刚就为我们介绍 他们的动态足压的量测 其实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健康的议题 甚至他也可能会产生的 这种健康的大数据 而阿寿皮鞋的罗董事长 他也是一个非常关心 教育的企业家 也跟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 有科普计划的合作 我想科普的教育 还有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 甚至产品的发展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罗董事长 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期国家卫生研究院 Podcast再见 我们下期见